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REN的世界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印象多伦多 多伦多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 这是一座大城市 作为加拿大最大的城市 多伦多市有着290万人口 整个多伦多大都会地区 有着近700万人口 并且以每年将近1%的速率增长 多伦多位于安德瑞尔省安大略湖的东部 是加拿大的金融中心 环顾这四周有很多金融银行业 工商业的知名公司 加拿大各个银行的总部基本都在这里 除此之外呢 多伦多也是一些商业服务 电信、宇航、媒体、艺术 软件类公司的所在地 整个加拿大六分之一的就业都集中在这座城市里 整个大多伦多地区 也是北美第五大大都会区 眼前就是多伦多的第一个地标了 背靠多伦多市政厅 对面好像是一个教堂 位于市中心 多伦多市区流浪汉跟警察的数量差不多 总体来讲温和又有点可怕 走在路上呢 感觉人身安全还是有保障的 但是对路人大喊大叫的罪鬼和要钱呢 这一会儿呢也都遇到了 多伦多的第二大印象 移民城市 这里近半数的居民来自全球一百多个国家 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华人在多伦多的比例了 在整个加拿大有180多万华人 多伦多自己就有了70多万华人 来到这边我最大的感受 就是这里主打一个华人社区的概念 唐人街的模式 其实在北美的大城市很常见 但是这里是华人社区 啥意思呢 咱就是看啊 我所在的是多伦多北郊的 Richmond Hill 列治文山 这里是一个华人的聚集区 可以说每一个plaza呢 都包含了华人衣食住行 各个方方面面 吃饭就不用说了 从南到北 从西到东 各个风味呢 你都能找到 就是国内特别有特色那种连锁店呢 在这边都有 别的方面呢 比如说这个地产中介 移民 托福 雅思 甚至到这个竹疗啊 然后中医啊 推拿正午 主要是你能想到的 在这边呢 都会有相应的服务 你都可以找到 包括呢 还能看到各种早教的培训班 这种补习班 从小到大 各个年龄阶段的 都能看见这种教学机构 由此可见 这边的这个华人的密度啊 非常的大 包括华人社区建设的 非常的全面 非常的完善 正对面的火锅店呢 什么地产呀 包括一些商城 都是一个整个的 一个中国社区的样貌 与此同时 多伦多也有意大利区 韩国城 印度城等等 多伦多旅游第一站 多伦多艺术馆 一个厕所不分男女的艺术馆 突然发现走座厕所 又进去的人 还是很多的 两个小时的时间可以逛完 票价大概25加币 多伦多旅游第二站 科技馆 是一个寓教娱乐的科技博物馆 适合15岁以下小孩来参观 总体体验为主 包含地下 里面总共有6层 很容易误以为逛完了 票价呢 也是20多家园 多伦多旅游第三站 卡萨罗马大城堡 古堡式的博物馆 卡萨罗马大城堡呢 城市加拿大最豪华的城堡 建立于20世纪初 只是城堡的主人 住了10年以后就破产了 不得不搬出城堡 后来被同济会租下 开放给游人 这里有98个房间 顶楼还有港上和士兵 以及仆人的住所 来这里可以体验 100年前富人的奢华生活 跟豪车合影 远眺多伦多市区 说实话 还不如咱们今天的生活呢 门票和停车都需要花钱 门票30加元 多伦多旅游第四站 湖心岛 它是一个岛在湖上 可以在对面看多伦多市 欣赏多伦多的天际线 坐到这个船呢 就可以来到这个 Santral Island 就是湖心岛 在坐船的过程中呢 刚才给大家看了 可以俯瞰整个多伦多市 来到这个湖心岛之后呢 有很多娱乐休闲的一些项目 好多这个当地的居民呢 就带着自己的这个吃的 来这呢 Picnic 好神厚啊 好多人在这个公园玩 Picnic 多伦多旅游第五站 CN Tower 加拿大电视塔 因为离湖心岛登船的地方很近 所以选择了傍晚 来打卡这个观景塔 在塔上可以同时欣赏到 白天和夜晚的景色 还有港口停泊的船只 也能看到多伦多的车水马龙 整个多伦多的公共交通 使我在北美这些城市里 比较下来比较发达的了 而且对骑车车的人很友好 有专门的自行车道 但是依然很独车 市区及附近到哪里都不通畅 可以说这是大城市的通病吧 有收费的快速路 但是路程也要远一些 多伦多的消费整体并不低 据说房价也是很贵的 教育也是很先进的 北边的人看起来很富有 可能是很多中产的聚集地 多伦多离尼亚加拉大瀑布很近 吃喝玩乐多伦多之后 来大瀑布欣赏一下美景 详细的介绍在下期视频里了